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刘珊 今年22岁 你出来应该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吧 对 说句实在话 曾经是好朋友 这个时候这样见面确实是有点尴尬 但是我想请你说出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意愿 我今天 有勇气站在这儿 就是想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 我没有抢朋友 我真的没有抢他 没有抢他怎么会变成你的男朋友呢 你告诉我 你有什么不满可以对我说 你别在这儿说 你闭嘴 这是我跟他之前的事情 你敢抢我的男朋友 怎么就不敢连对这些东西呢 我跟你分手了 我们没有分手 分手了 你只是冷静 你没有跟我说分手 在公司里或者是 在我们平时出现的地方 所有认识的人都在背后指指点点 我真的没有办法认真的工作 没有办法去生活 我今天有勇气站到这儿我就是想把整个事情都说开了 说清楚了 我没有抢他 所以说完之后你误会 我知道这件事情 我不应该 你可能如果有错误的话 只有一点小错误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你的前任男友 现在在追悟 我怕他 我跟何静 我跟何静认识四年了 嗯 他的脾气 他的性格 我事了如指上 你为什么要听他的 我觉得何静他这个性格 但是他本性 没有什么太坏的心仰 对于你作为好朋友容忍他 对 你觉得何静真把你当朋友了 我觉得何静从来没有真正的把我当朋友 我这样想我的 那我每次带你出去玩 给你吃东西 给你买东西 你怎么 你怎么不说这些 哪一次不是你软磨硬泡 哪一次不是我买单 何静你总觉得你 拿钱可以买到所有的一切 那关键是我买到了 你接受了 你接受了 那我就是买到了 是不是别人都不愿意跟你 你一直都是不愿意blaеть 那你就不要盲 screw 别人都不要 我那就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之间我帮他纯粹是真的是我拿他当朋友 我想帮他 你真的把他当朋友吗 对 你要是真的当朋友 就应该成为朋友的一面镜子 就不管他高兴不高兴 他只要是错的 你就应该吃言不贵地指出来 这才叫朋友 但是你却言听计从 所以说他今天之所以成为这个样子 有他母亲纵容的结果 也有你朋友纵容的结果 我认识到了 所以你今天把这个包拿过来 是要还给他是吗 对 那你还给他 何景 这个包太贵重了 我不是因为收你的礼物才去帮你 收你的东西才去帮你 我这四年来帮你做任何事情 那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是朋友 朋友 对不起 这个礼物我真的不能收 你不用说了 我送去的东西我就从来不会要回来 你不喜欢你就扔了 何景你 非要这么强势对吗 非要这样 我怎么 我怎么样 你是我的好朋友 你是我的男朋友 你们两个现在站在一起 我要我怎么样 你说 要我怎么样 何景我们没有对不起你 没有对不起我 你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对不起我 平时我跟他在一起 看开了 我让你自己想一想 四年一来 过年过年 你一个人 我看你那么可怜 我带你出去玩 让你开开心心的 抢我男朋友了 是吗 这跟他没关系 你也闭嘴 我说说什么了吗 你就这样对我 如果说是往对不起你 我向你说对不起什么 对不起有用吗 你们两个都在一起 你还跟我说对不起 要不是你们分手 分手 何景 这四年来我什么都听你的 你哼什么呀 他不是衣服 他不是说你不想用了就可以扔掉 你想用了就拿回去 他不是一件衣服 那他也是我的男朋友 他跟谁在一起 不能跟你在一起的 我总的对不起 他不是对不起 你怎么想用了就